中共六四屠城邪案即将满24周年 这场镇压让许多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出走海外 成为民运人士 旅居澳洲的秦靖今天在台湾发表新书表示 无论哪位领导人在位 他绝对不会对中共体制暴幻想 中国的未来需要中共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 有黑的皮肤 他是中国民运人士秦靖 旅居澳洲20年来从事海外民主运动 两次进入中国都遭到打压 在中共六四屠城将满24年之际 他沉重地表示 一党专制它就是一个资深人权遭受践踏和破坏的一个温床 所以我们不能依靠着想象着中共它会改善人权 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湖南铁汉李旺洋相继逝世 秦靖说虽然中国民主人士遭镇压收买凋零 不过中国社会民心思辨 中共已经成为夕阳政治 我觉得中国的民运的未来 简单的说未来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一定是有前途的 但当下是极其艰难的 我们所理解的 所希望的这个政治改革能够在中国发生的话 那就要靠在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各种力量交替作用 义无反顾前进和多位民运人士 台湾资深媒体人参加新书发表会 关心中国未来走向 也为中国民主凝聚更多力量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威瑶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